大學的隍藏 大學的影韵 這個是置換記的三支錄像的其中一支 這是隨董 在17年的時候 因緣記會有一個契機 可以到山上去做儀式 然后喝草药 那在那个当下 还有整个喝草药的经验之后 我开始对意识这件事情有兴趣 萨满的实践 对我研究这个题目 意识它是一个途径 对 然后我没有 就是 我的题目是意识转换 对 然后萨满是方法 对 然后后来在2019年的时候 我接触到 因为之前是喝草药嘛 后来在2019年的时候 我接触到萨满谷 就是用萨满谷声就可以转换意识 你戴上眼罩 然后让你自己很舒服的躺在地上 然后你决定好你要去上部世界还是下部世界 你要先有个入口 那我是去下部世界 那你这个入口最好是你在你的寻常世界 你去过的地方 你去过的地方 譬如说一个 一个山洞 树洞 它是往下走的 对 然后或是一个湖面 那你选好了之后 嗯 接下来鼓声响起 眼睛闭起来 然后你就要开始 嗯 想象 一开始要想象 你从这个树洞 开始往下走 嗯 你要去过 然后这个入口你不可以跟别人分享 然后你要开始往下走 你要就是一直想象 一直想象集中注意力 你一直往下走 一直往下走 你慢慢的就会 进到下部世界 很用力的往下走 慢慢的我看到了隧道 可是这一次的隧道是两个 就同时两个隧道进去 然后慢慢的暗示就出来了 我就看到为什么会有两个隧道 它要你选 有一边是很光亮的 不知道是哪里 然后另外一边是整片的大自然草坪 那我们这一个 我这个第一个旅程 似乎要开始了 那我这个旅程的目的地 是要交换我的力量动物 所以我选了 左边的 左边的入口 我进去之后我看到这个 看到这个画面 好我就开始召唤我的力量动物 请它出现 过了多久 我不晓得 因为在里头的时间感是消失的 我就请你出现 力量动物 请你出现 然后 渐渐的 我看到了一个星星 它就慢慢的就这样出现星星 然后 我看到两颗痘痘 然后这是什么 我还是不知道 然后再来我看到了 渐渐的 那这个就很明显了吗 有一只鸟 后来 它整张脸就出现了 它出现的方式 就是我画的这样子 它的脸是漂浮在我看到的 自然环境中 就像这个样子 你看它是透明的 它在漂 然后我那时候 我记得 我记得我那时候 心里有同时想 这个是哪一种猫头鹰 当我意识转换的时候 并不是我的寻常意识不见了 所以我的寻常意识还在 可是另外一个意识出来了 所以它们是同时存在的 那 老师就是 我的老师就是我合作者 他是告诉我们 你看到的动物 你要看三次 你要看三次 它才是你的力量动物 那我就让它这样子 继续飘 继续飘之后 它忽然 就是有点像那种zoom out 变这样子 那就第二次了嘛 它也不是真的 这样子朝我飞过来 然后它就这样子 就是这个画面 然后再飞这样 然后它飞到我的右边 这个画面 第三次 那也是在这一次 我才发现 我在飞 就是我一进到洞口 我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在飞了 可是我没有意识到 所以看到了力量动物的第三次之后 我才意识到我在飞 那 它跟着我飞 那我就 也干脆就爬到它身上 让它带我飞 对 那它带我飞过了这个河川 这部片的名字叫做 Lakertz A very simple river Lakertz 的意思是 在阿曼主话的意思是 度河的意思 所以在这部影片当中 在这部影片当中 在这的十四多分钟 你会看到 我如何度过这条河 阿曼主要跟我的父母 阿曼主要是 每个年 他不得了 The person who is drawing the map here 他的名字是 Tobi 他带我们去 很多地方 在 Germany Wherever we go Tobi is talking to someone in the air sometimes He says That he is telling the two spirits there He tells them We are here One of the impressions that stay with me in the film is actually the map drawing I remember a long line with some small branches coming out of it a lot of small branches actually So actually to both Posa and Jeffrey Can you tell us more about the map It's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The Dobi He was our main character He was the elder bear And he had a lot of stories He told us a lot of stories of the river And he was the one that was always talking to the air You know he's always talking to the spirits So we wanted to understand how he can understand that memory memory from the river to something visual So we decided to do to do like an experiment We wanted to film him drawing out his memory of the river You刚刚跟 Jeffrey 哥有提到 就是 其实应该 每个人 在部落 每个人都有 认出自己的地图 那 那你会想要 绘制一个 你的地图吗 对我来说 拍 就是 拍做这些计划 跟拍 这些片的过程 就有点像 在绘制这些地图 我 拨了一段 拨了一段 Santo Khan的主题曲和具体的片段 今天特别想介绍一个还在酝酿中的计划 也是一个我一直在关注的题材 它其实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然后Sandorgan是有一个小说家 通过文化上的差距 地理上的疏远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创造了一个令人热血沸沉的浪漫反派英雄故事 也许这个Sandorgan的这个角色 它某方面虽然它是一个东方主义的角色 但是我觉得它某方面还蛮符合 就是我们对东南亚的某一些扑托邦式的想象 我觉得绝对惨厉的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去过马来西亚的欧洲人并不多 必须要很有资源你才有办法能够去 那么多不同的地方去看那边的环境是怎样 我觉得Sandorgan被创造出来 它符合了那个时候西方人对东南亚热带岛屿的那种想象 就是会有海盗 会有轰轰烈烈的爱情 Kilapia 非洲鱼 我是台湾通称吴国鱼 在1948年台湾战败投降 有两名水产养殖背景的台鸡 日本兵吴振辉和郭启章 注意到这种非洲鱼种的经济价值 左边的那个景旗 就是为了纪念吴振辉和郭启章的景旗 还有右边的吴国鱼版画 所以我们在讲同样一个鱼 同样一个鱼 可是台湾是叫吴国鱼 反正西亚那个时候 这个时候也是叫非洲鱼 可是在印尼它有另外一个名字 它的名字是Mujayu 就收集了这些资料之后 我决定 我觉得吴国鱼 非洲鱼 Mujayu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鱼种 所以 要来歌颂跟祝福这个鱼的重要性 我觉得其中一种方式 就是把它拍成MV 然后把它放在YouTube 所以那次之后 我就通过世东朋友的介绍 我们就找到了曾子一 曾子一是劝识娃娃 台湾的台语电影组合里面的其中一个成员 所以就和他合作 帮吴国鱼普雷周区 跟拍了一支MV 我比你想的要美 我是你 二十一世纪之鱼 又叫台湾雕 我宝鱼 福寿鱼 总鱼 可以红烧 可以红烧 香煎 或者黑豆豉干煎 好吃的酱汁就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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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ustries عم 咱们 你 咱们